台北市内湖有一处工地发生了挡土墙严重崩塌事件 建商新建的挡土墙疑似承载力道不够 挡不住当天的长降雨 寒水量过高的土石就在5号凌晨整片崩落下来 差一点就要压到旁边的捷运了 幸好最后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而市府建管处先行财阀18万 并且要求停工改善 半夜下大雨工地一整片挡土墙突然向右倾斜 越来越斜接着整片轰重重砸下来 数十顿重的水泥款四散飞毯还扬起大量烟尘 附近住户以为捷运出事了 仔细看居然是工地里前一天才完成的挡土墙硬生倒地 幸好当时里面没有任何人在 但这样的施工品质路过居民都忍不住抓着箭伤叮咛 这个很容易松动 当过第一部分我先抢救 那抢救完成之后 这临时性的挡墙设施完整 我才会再跟建管处申请复工 建商强调挡土墙设置合乎法规 但因为当天瞬间雨量惊人 泥土含水量过高才会无法承载崩塌 但建管处认为必须开罚 没有造成危害 不过就是他的挡土措施应该要把挡快去施作 承造人跟监造人各罚九万 还要求把封落的土石整理清理大量树木 重建挡土墙之后才放行复工 毕竟这里有工人每天进出 旁边还有人住 而且每天有很多人的捷运经过 人命关天必须谨慎 记者刘瓷斯邹宗林台北报导